身上的狗仔葛思琦 今天一早呢 星辰6點多 他在臉書開直播 對這個立委王定宇呢 他這個緋文是侃侃而談 強調爆料並沒有受任何人的指使 也跟臺南市長的選舉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單純看不下去 痛批臺灣交給這樣子的立委在手上 可以嗎 更質疑王定宇是因為面子掛不住 臉書PO文造假要王定宇了解 臺灣的一半狗仔都是射手做的 什麼意思 上面是人 下面是獸 絕對會咬著你不放 就是用最真實的樣子告訴大家 在你在問政之後 你的做人態度 你的人為是怎麼樣 為什麼我們要把選票丟給你 你是值得信任的人嗎 我能把社會 把國家交給你這樣子的人嗎 你會幫人民爭取最好的福利嗎 你會嗎 他就是你好 你面子掛不住 你不講道歉 你就閉嘴 你就是閉嘴 但我沒想到就是有一個屎皮賴臉 就是不閉嘴就算了 反而用這種真正在造謠的模式說 我的朋友丟給他的東西 我割事情腦袋眼中傻了嗎 我會把這些字眼東西丟給我的這些朋友嗎 你真的做一個最壞的示範 你沒有任何的查證之下 所以我就講一件事情 我說我絕對贏定了 為什麼 王弟你去想一件事情 我只放了一條 當然我昨天已經放了上下文 我第一天只放了一條 應該說第二天放了一條 第一天呢 我是提醒你這件事情 我要你老婆去看 本來是一件很單純的事情 我就讓你們這一家子 你們自己家裡面去處理這件事情 來跟社會主要交代 你不交代 你不回應 你的回應竟然是直接謾罵人 否決掉我的東西 我告訴你 我此生最討厭兩句話 第一個就跟我講說 子虛無有 第二個東西就是告訴我說 你這個東西是造假的 我是狗仔 這個東西是我親手採訪的 台灣的狗仔有一半 是射手座 上面是人 下面是獸 明白嗎 射手座是怎麼做事情的 我們不是一個得理不了人 但你只要跟我槓上 我絕對會咬著你 對此馬德就直言了 如果汪定宇你有gaz的話呢 就自己全部公開對話記錄 基礎啊 不如這樣子好了 王定宇你是不是應該 直接開一個記者會 你開國際記者會 我們一樣會派機去幫你收這個畫面 你就告訴大家 這一整個對話內容的始末 直接公開出來嘛 王定宇你是男人你有gaz的話 你直接開記者會 把這些對話記錄就直接公開出來 然後你也把你對話的對象 直接公開啊 告訴大家你到底在跟誰對話啊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這個前後文 看看裡面到底有沒有相關的情愫在啊 你有gaz你就拿出來嘛 其實你拿出來 某種程度也是告訴你的太太 說從房東房客事件之後啊 那我王定宇就洁身自愛 我王定宇沒有在跟別的 陌生的女性發展超連結的關係 你這個都可以跟你的老婆講清楚的 而且甚至打臉了葛思琦 然後甚至還可以讓你們夫妻倆之間的感情 變得更加更加的美滿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嗎 所以我們與其天天在等葛思琦 這種擠牙膏式的爆料 王定宇到底說了什麼東西 我們不如期待的事 不如呼籲的事 不如一起連署 讓王定宇自己把這一段對話記錄公開出來嘛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食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撫平皺紋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食奇蹟 火腹露 全效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 動靈密碼